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好过好这个节 我们要给大家看一些正能量的话题 对吧 你可以看看现在出现的一些正能量的画面 这是武警二院啊 武警总队第二医院 那些接受过所谓生物免疫疗法的患者 找他们去了 找他们要钱去了 你瞧 这你看真是武警医院呢 有关人员穿着这个迷彩服 听说还说了 就说你做过这个免疫细胞的这个 就回溯血的这个呢 好像还就不退了 因为他毕竟给你治疗了 但是呢 怎么怎么着 当然我不肯定啊 现在这医院呢 真是照我们朋友间经常唱的那样 叫傻叉了吧 傻叉了吧 就是你看 但是还有生物诊疗这个中心 你再看下边 这就是他拦着记者去拍照啊 去那个采访啊 我看到报道说已经停整了 停了 当然停了 人家现在是出了魏泽西啊 就是人家要更多的患者去陪啊 你知道这真的是青年节啊 21岁 魏泽西 当然我觉得啊 要冷静 就是说 魏泽西得的这个绝症 对吧 即便他找到了正确的医疗的路径 生还的希望也是很小的 但是呢 他用他的这个这个死啊 包括他死之前在知乎上发的这么一条 现在算遗言了 我觉得真应该能带来中国改变 昨天咱们说了一天 我看见有网友说说你们说的不过瘾 一军给他们来过瘾了 没有我们的愤怒就是最过瘾的事情了 其实昨天就是刚刚录完嘛 我一下去我一开 我就我一开手机 因为你昨天不是有提到说 哎是不是普天系也该查一下 一开手机就发现哎查了 就是有这个 这有关部门进驻 这个就是这个武警二院嘛 马上就开始查 整个一个大地震啊 但是我发现有一个很很奇怪的事情 就是说百度其实在15 15年的4月份 他们是宣布终止了跟这个普天系的合作 但是不知道是谁先终止 因为他们最近好像有一种对抗 就是普天系也说 我不在百度投广告了 百度也说我也不跟你们去合作了 我们各自走健康的路 但是这个魏泽 其实在这个声明之前一年 他去找到了这个方子去医治的 这两边啊 这个江湖传闻呢 那是曾经那个 就是啊 这个互相捆绑 因为百度呢 也老想转型 对吧 你别看李彦宏那么帅 他也转不过来 就是说仍然呢 就是这个 好那么大的 莆田系医疗广告的这个钱 是他相当大的一个份额 以至于啊 前几年就是莆田 你看但是你也有意思啊 我还看过这个 这个市里的领导 重要的领导啊 参加莆田系 就莆田发展经济 靠什么 莆田前几年 莆田的市委书记 据说是啊 曾经放过这个话 说百度他一年260亿的广告 我们莆田这个系统 给他贡献了120亿 当然据说我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百度啊 极力否认 不承认 但是肯定占的份额相当大 那么点击一次 后来莆田系医院 就是说你收的太贵了 这百度太黑了 收收的太 据说你比如说 你学老师 你知道的关键词 是什么意思吗 我觉得这个东西 也挺好玩 就是说 哎 那要是百度的人 自己帮帮帮帮帮帮 不停点击呢 我这外行我不懂啊 反正他就是说 比如说开头说一次 一个关键词 比如说肝炎吧 或者说什么小三羊什么的啊 一次300块钱 那帮一次就300 你先可以比 一下就300 很多啊 后来听说是什么 还有999 当然这些数字啊 我是完全是听那个网上胡说的 没有任何事实依据 但总之啊 就是普天系后来觉得贵了 贵了就曾经就说 那我们别弄了 别弄了呢 到时候两方面呢 百度呢 又觉得没了这一块 也是这个少了很大一块 而普天系又发现呢 他用别的办法呀 都比不上百度这个强大的引擎 那有一个说法 说世界各大的医疗器材 到中国开这个 就是博览会啊 要去四个地方 北上广 然后就是那个东宇镇 铺田的那个小镇 它是 它可以跟北上 对不对 就是那个那个小镇 就那个叫什么 东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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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庄镇 东庄镇 它是一个镇吗 它是个村 叫东庄镇这个地方 这个地名 其实所谓说 铺田 说80%的民营医院 都是这个地方 而且呢 还只有就是这地方 我那天看一个文章 有一个老大 当年是他们祖师爷 对 像是这个 陈德良 陈氏兄弟啊 什么几世兄弟啊 过去都是他手下八大弟子 他早年就是行走江湖 说是碰着一个老中医 老中医给他一只什么戒床的一个秘方 可能还真治好了一些 慢慢发展到后来 他发现了新的时代到了 性病好像更多了 于是这就慢慢慢慢慢慢发展起来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说这个东庄镇 这福建的这个经济发展很有意思 福建的另一些地方不是靠这个医疗的啊 就是也很有意思 你看很多打着那个 你听着像是意大利名字的那个服装品牌 往往都在福建 我到那去走过学 你知道吗 就是说基本上到他那个村 或者到他那个镇 对吧 提前50公里吧 当年全国什么明星最火 你就都能检阅一遍 哗 这个广告牌全是 然后那个所有的那个时装的那个名字 牌子哈 都像是那个意大利的义音 那实际上都是他们生产的 我就说这个东庄镇最有意思的 就是说你说是医疗器械 那个全国展会啊 全世界的展会要在那里啊 对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 过年的时候看 门口停着各种牌子的几辆跑车 当然我唯一嫉妒的情节就是 过年的时候打麻将 对面是大老婆 旁边是小三 这个是小四 人其乐融融 和谐社会 和谐社会 不得了 所以那个有两部小说嘛 一个是于华的兄弟 一部是那个 颜连科的那个 爆炸裂志 很多人看了以后说 他太 这个小说写得太夸张了 都是写一个农村的 一个村长啊 或者一个做商人 然后不择手段 然后爆发 一个是 那个炸裂志里边是 组织村民去偷火车上的东西 那个 那个李光头是什么 李光头是 从日本进口人家不用的西装 回来发财 这两个小说家的小说 被很多人批评说 太过分了 写中国的现实啊 太夸张了 我最近看了 莆田的新闻以后 我发现他们 还不够夸张 还不夸夸张 刚刚解了我的一个困惑 真是纸牌屋里边那句话 我白天演的时候觉得太过分 回家一看电视 觉得演不过分 于华跟颜连科的小说 还不够魔幻 对 我 因为我其实我 我看了他整个 就是莆田的发家史 我先 我脑子里就两个字 野蛮 然后呢 我在想 就是最近几年 不是有一些外国人 写中国的书也比较红吗 像何伟写中国的 那个三部曲 然后那个欧一文写 那个野心时代 最近还有一个人写 上海那个长乐路啊 什么的 你现在看他们写的 真的是外国人写的 温情默默的面纱吧 中国改革开放 这三十年写的太温情默默了 不是野心时代啊 就是个野蛮时代啊 我在想那时候 你就 你又比如说 你写 就是很多人写文革 写都是悲情嘛 但是王硕那时候 写了个动物凶猛 就写出那种野蛮的 那个劲儿来了 我其实我之前 我还在想 谁能写改革开放的 这个动物凶猛 那你就 你可能就你说的 这个扎列治 然后我看那个扎列治啊 我还跟颜连科讲 我说哪有这种事情 一家四兄弟 一个做了村长 镇长 市长 其他几兄弟 就是你管教育 你管银行 哪有这种事情啊 结果你看看扎列看 就是这么几个乡亲 你想 为什么他们这一村庄的人 可以垄断 全中国80%的民营医院 他们这些人出去 都没有文化 没有别的 不懂医的 但他就相信自己人啊 自己家族啊 你看我在外面发财了 我医生可以聘高手 我武警可以当地找人 可是我自己最亲信的人 我再没文化 我找我的乡亲 就找他自己村里的人 你看看他们的手段是什么 你看现在揭露出来 其实早就揭露了 那个瞭望 东方中开 十年前说已经揭露出来 在人家厕所里喷漆 喷完漆 那是郎先平说的 那是郎先平说的 话节目就可以听 但是有很多是小病变大病治 无病当有病治 后来这个 后来这个有一个就是 有个刊物好像叫什么都市生活 前几年 就是揭发这种性病 后来他们就是性病 到处的一种性病诊所 那时候就接到就是说 我们要炸了你这个大楼 最后我记得这个 这个杂志的人 那个时候记者还挺有气节的 毅然决然在整个 他那期的那个封面上 就登了他们那个大楼 那意思我们跟你们这些江湖游医 骗子们干到底 就当年就说野蛮 野蛮生长的时候 可是你不知道 我今天野蛮生长 怎么没有官方管理的呢 这个所以为什么这个事 当时整个中国都在野蛮生长 我跟你说这个事呢 就是很反映中国这种啊 吸了歪邪的这种现状 就是他掌管了大多数的民营医院 但是他却在中国走了一条如此之邪 又黑的一个路 哎 当他们赚了巨富之后 其实你说这个事情真叫一步二十五史啊 不知从何说起了 就是本来我记得他们讲 医改的一个理想是公立医院 承担公益的这种医疗嘛 对吗 然后呢市场化的 你要想享受更好的 对对对 民营医院 对对对 好 这个莆田系资本的每一个步骤 都是血淋淋积累而来 积累了 而且走下三滥路线 积累了以后 我看有领导参加他们的会 当他们这个莆田的这个东庄镇 这个民营医院好像洗白了 登堂入室 想当正经人的时候 他们跟上级领导提的那个要求呢 又是什么呢 就说你看 希望这个国家呀 给我们一些个民营医院发展 这个我们现在这个准入太难了 办一个民营医院 拿到这个许可太难了 税太高 再有一个呢 我们要办好民营医院 我们就得请这个好医生啊 但是现在因为种种原因 公立医院的医生啊 他们不愿意出来 或者或者有很多障碍 那没法到我们这里来 哎 国家是不是能给点政策 帮助我们办好 我们这个民营医院 听上去很有道理 好诡异 听上去很有道理 你这个扶植民族资产阶级 对不对 恰恰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谢谢你 真的我现在就觉得咱们国家最缺乏的就是朗朗乾坤 清明世界 为什么这么浑浊 为什么就说 比如说咱不是说崇洋媚外 这些这几天大家不都拿这个谷歌来比较吗 我看有个人发朋友圈 就假设了一个假设了一个美国小伙叫Michael 假如他是魏泽西同样的这个滑膜什么瘤啊 这个这个癌症 他就在Google上这么点 哎你就觉得一个正常的世界就是这样吗 对吗 一兴趣先是这个医疗机构医疗的组织也有广告 但是不是拍在前面 而且也给你注明了 然后呢 就他真的他非要点击啊 要找就找到这个东西 就找到这个所谓生物免疫疗法 最后就是发现找到很尾 找到的一个是两三篇论文 然后还告诉你这个东西啊 没有什么临床的这个效果呀 没有通过各个国家的这种验证啊 哎 你就是为什么我们 我我就觉得我闹不清这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啊 每一件事情 谁让你这个武警医院承包科室了 谁让你部队医院承包科室了的呢 好 你你觉得这是正常的吧 这正常 可是你去查呀 都有规定的呀 比如说这个 那是个部队过去也有规定说我们要整改部队医院 甚至我还看到过有些条文说是分成三年以内 我们要逐步的把这个承包啊 这个这个什么什么都得清退了 对吧 然后谁让你这个莆田系这么搞 比如说这个包括这个百度也也是这样 都是有规定的 但是有规定的包括这个生物免疫疗法 没有一样没有规定啊 就是这个没有一个国家把它当成一个正式的 可以通过临床 可以应用到临床上面的呀 都是在实验阶段呢 可是这个在中国百分之七八十进入了医保 各个地方 就是这个第三类的医疗 这个正是我想讲的 这个这个任何事情 这个坏的事情啊 呃 是三方勾结的 现在中国都是三国演义 这个商家 呃 官方 跟无良的传媒 百百度是代表传媒 莆田是商家 官方的责任 其中一个就是这第三类医疗啊 他们查下来 在很这种就是花钱 不一定有什么效果 但也不能说他有 他也不能说害死你 对不对 但他也没有什么特别坏的效果 这种东西在很多地方都被很多省份纳入医保 纳入医保呢 就对于老百姓来说 就觉得这是官方认可的一种治疗手段呢 而且就是说 现在据说是只要医院自己掌握就可以 你知道就他说的这种什么 CEP啊 什么KI就P啊 就这个玩意儿 叫生物免疫的这个这个治疗 就是说把你的血啊抽出来 抽出来呢 再怎么洗一洗 然后这里边不就免疫了吗 然后再给你打回去啊 我是外行大提这么回事 这种方法不是说生物免疫疗法 不是一条路 但是这种方法 人家西方国际上 还在实验阶段 基本不是在实验阶段基本上放弃了 因为没有特别明显的疗效 但都在往其他的生物免疫的方向在探索 但是无关怎么着 你没有经过FDA 你们对这个东西 为什么在咱们这儿 方兴为爱 成为一个大有前途的事业 甚至我还看到一个数字 招商证券上 说的是什么美国花旗银行的一个评估 就说这个市场啊 这个市场在未来十年 可以达到三百多亿美元的这么大的市场 信息的不对等吧 咱们都不知道啊 我说你一个不靠谱的东西 怎么你还发展未来十年百年大计呢 你还 这个就是信息不对等 我在想这个普田的整个的发展史啊 我看啊 它其实不光是他们整个做医疗 怎么去洗白的一个过程 你看它当中 果携进了很多中国前三十年发展当中 很多的这个社会现象 对吧 它为什么一直做这个性病什么呢 就那个时候好多那个农民工来 然后要去解决他们的生理问题啊 怎么样 那么就然后就有病 然后又不敢去大医院看 对吧 这个东西他觉得又爱面子 又他又不知道该向谁看 对吧 然后就会去找他们 还有呢 说他一开始搞什么 那个美容整容那些 说是因为突然人变有钱了 那些有钱人要开始包 包小三 包明星 包什么 所以他们一开始最赚钱的一项事业是风凶啊 就做了很多这个东西 而且他们一开始有一个什么技术 给做了三十万妇女啊 就这个风凶 结果第二 大概过了几年 然后那个维生部就发现 他吃进去这个玩意儿完全是没有用的 而且是对对人体有害的 结果不是 结果现在把这个东西取出来 又成了他们的专利 不是 我觉得 长到背后 不是 长到不知道 我觉得这帮孙子最损的是什么呢 给你动手术 你听到吗 给你动手术啊 叫微创手术 实际上把你麻醉了 给你切个口 你什么都没动 是吧 是吧 病灶已经去除了 好几万 就说我们给你切除了 已经切除了 实际就给你割个洞 那你说这种事情 假如你一个病人 他到了一个 不管什么医院 普天不普天 碰到这种事情 他能求助什么机构呢 是医疗管理部门呢 是卫生部门呢 还是公安部门呢 他能 他能靠什么来保障他呢 就是说 如果你碰到 他能去消协去投诉吗 史南导师 消协应该是没有牙齿的部门 他都没有办法去 你发现没有 假如做一个普通人 所以这个医闹啊 所以很多人就问啊 那这个普天西的医院 是不是很多有医闹呢 我刚刚看你 拨的那个 穿那个迷彩服的 我想 找武警医院是对的 他防止医闹吧 对 武力强大 对吧 对 那你说还有什么方法解决呢 我之前也好奇过 你在香港啊 你没有看到一家医院 写明什么南科医院女科 妇科医院之类的 你你这一方面的病 你就到医院里边 你就找那个科就是 你有妇科 有病尿科 对不对 没有医院打正牌子 说南科医院 这我这别的地方没见过 而且是中国特色 他们甚至跑到学校里面 校园里面做那个 什么人流广告啊 那那倒是符合 现在的实际 对 那就说他的成长也是 也是大家的各种需求 的社会需求是 其实 你这东西啊 我觉得他最不要脸 的一个是什么呢 就是你说的 这个啊 你还没法告 对 为什么这种生物免疫疗法 他是致癌症的 说实在的癌症是绝症啊 那致死了 你也怎么怎么样 效果没效果 他有 你怎么告他呢 你知道是你选择 那即便这次 就说魏泽西的父母 你看 他你说你能怎么说呢 对 他不能说是他害死的 凡成功必有他的诀窍 你知道他那些性病的东西 我看过一个博客 讲一个人 他说这个很抓住人的心理的 因为一旦一个人怀疑 不管正有没有 他一怀疑有这个病啊 他心虚啊 你知道他又不敢跟家里人说 跟周围公司的自己的单位 也不敢说 对不对 他只能去找那些广告 搜索那些医院里去 正规的医保他都不敢去 他又怕人家要怀疑他做坏事 对不对 然后他又把传给家人 这精神负担很大 有时候他这样骗人家 活活就把人家这个精神上的狗垮掉了 对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你说咱们这个社会怎么办呢 要是有谁从新加坡来啊 他就会提个主张说 你们莆田系这种事业 在我们新加坡就不会发生 为什么 因为他们的性工业合法 而且他们全部有完善的健康检查制度 打争机吗 你不知道 徐老师打亚 这是一个案件 我们在象征的意义上 这个实际上也是 他是针对中国人的一个 忌讳的一个案件 来这里来赚钱 但是整个这个社会事件 这个东西也是戳中了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案件 明明是错的 但是你找不到责任 我现在就是过去 我一直相信以法治国 对吧 咱们这都是因为没有重罚 给他罚出 罚的一百亿美元 对吧 就是等等 就是说 可是我现在慢慢就觉得吧 以我们中国人这么绝顶聪明啊 我又不得不觉得 那就是说这过去人们讲的咱们是不是人心大坏啊 因为这几十年来的历史啊 这个人呢 某种东西 咱就供中国过去讲 礼毅廉耻 马三立下声 礼毅廉耻 国之四维 四维不章 国乃灭亡 就过去中国人认为 是像那个乌龟一样 像这腿 柱子 撑着这个天 好 我们不讲礼毅廉耻了 你像美国他讲这个三权分立 对吧 美国是什么 他还有上帝 基督教对吧 或法治 他互相锁定 他支撑着这个东西 我觉得我们现在这个柱子塌了 就是 你 我就像我刚才讲的 谁让你这么搞了呢 都有规定啊 你当然是违法呀 可是为什么违法的事情大行其道 就在阳光下 还是一个法的一个误解 你讲的是法家的法 重法 其实法治的最关键是 任何人都不能逃脱这个法 之所以这些事情能发生 不是因为没有法 而是因为有很多人觉得 我有办法超脱这个法 我现在还就是不得不 往另一端 另一围去想 我认为道德崩溃了 但是现在你知道中国 其实道德崩溃 有的很多人认为不是目前的问题 包括我自己在那 就是说你说什么百度 老实说 像这种代价的钱 给任何一个公司 对我千度万度 你中国的这么多公司 死人沾血 这是另外一块 但很多人就说 中国人讲这个人心不古 其实古人的心也不怎么好 我看过一个说是 清代的时候 说有法国的那个传教士来中国 他们写的那个笔记 说东南沿海的中国人 他们就是不以城市为美德 他们把那个火 比如说他卖一个 那个什么 什么那个咸火腿 他拿几个破木头上面 沾着那种炭火的 那个东西一包 就跟你讲是火腿 而且呢 他们是怎么呢 他们不卖给熟人的 就是给外国人 就是欺负这个 就是这个外来的人 你讲 所以到了今天 我觉得就说 其实人心一直就是大大的坏的 但是你这个法 对吧 你怎么样 不不不不 你像现在的现实 小说里写的 就是一个村庄的人 把一个假的东西 刀骗外面的人 但是自己能够赚钱 他们自己相亲力 毫不羞愧 这个我相信在中国 你说某些地方是有 但真的很难相信 在那些基督教的 那些小村里边 他那个教堂 他那个牧师 他也有 我觉得 你觉得也有 有有有 你我跟你说 就是你像我看见 一个百度内部员工 讲的这个 他现在这个网站 他有两个部门 一个你比如说 负责搜索的 他这是 就像咱们节目部 就像咱们公司 也有广告部 你知道这个广告 市场部那些人 那都是狼 就是讲究狼性文化 狼性文化 就是我后来 我也领略了一些 无所不用其极 有的时候 你跟节目部这边的人 讲得好好的 怎么出去之后 到那个市场部那边 胡说八道的 你知道 你就可以看到 他两种引擎 在百度里边 两种引擎 但是最后慢慢 金钱驱动的引擎 压倒了 你那个产品部的引擎 而且你就说法治 我给你看看照片 咱们看看 就说关于 你看 这是什么事 百度推广式广告 共产总局八年不知道 这里边关系到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 有一个司法建议书 有一个前些年 有个叫田军伟的 也是在百度上 买一个微型摄录机 出了消费者权益的事 于是他就这人轴 就叫上进了 先找海淀区的工商局 海淀分局 最后这个海淀 这说他到底算不算广告 一开始呢 工商局的海淀分局说 他不算广告 然后呢 这哥们不干 又又最后告 告院 告法院 你看海淀区人民法院 司法建议书 最后当时法院说呀 他有广告的性质 但是法院呢 建议你应该向 北京市工商局 国家行政局等上级单位 请示协调 形成工商管理系统相对一致的意见 明确对百步度推广项目的性质定位 但是这事拖了八年 上头也没有 Pirroids 我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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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四估计 拒了 兙